中美東 那因為自己本身很愛畫圖 我先生也是他又喜歡像這個文藥 對 所以就一直有一個念頭 想要說有 文藝在園裡這個地方沒有像這樣一個 詩人的一個藝術的一個文化空間 所以呢就一直有這樣的想法 說如果以後有能力的話 然後就是來做一個這樣一個 讓遮愛藝術的人 他有一個地方去處 你來喝茶可以選畫 然後可以做一個交流 完全的藝術空間 就是比較沒有商業化的一個